今年很多香港人都想移民去台灣 坊間每個星期都有移民顧問公司搞工作 長長都爆滿的 在201415打後直至到現在接近2020 台灣應該已經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三 對上港五年左右 頭那一兩年可能每年幾百人 2019年我預估應該會超過2000人 真的叫做定居入籍拿身份證那種 而申請居留證的人數應該是在嘗試破萬的 上半年其實都不斷上升 2018年都上升 但是2019年的下半年開始 我會見到那個級數是幾何級數 翻倍這樣上升 差不多每天我都有約見人的 最厲害的時候我是一天見8至9組客人 我們自己都說20至30宗去簽的 在地理位置上在文化飲食日常生活上 和香港比較接近 台灣投資移民的門檻相對來說 真的比較低 我們的客人由20幾歲到60幾歲都有 適合不同階層不同年齡層的朋友 在台灣讀書的朋友 如果他是讀過一些一年以上的大學本科 碩哥、碩士等等 畢業之後他有兩個途徑可以選擇留在台灣 第一個途徑就是他選擇找一些符合資格的公司 這些公司約會是1500萬至3000萬台幣的創業資本 需要符合這些資本才可以聘請一些海外人士 是工作三年至到五年 他需要有一個本地最低工資兩倍 即是雙倍的薪金才可以計算到那個年份裏面 目前兩萬多元來說 連勞劍寶 五萬台幣左右的薪金 持續去工作 當中是可以換公司的 但是當然公司也要符合這個招聘的資格 第二個方法是比較簡單的 以港澳的喬包來說 他在台灣的大學畢業之後 他回香港工作兩年 持有兩年的工作經驗 可以用喬生畢業的身份 再申請回到台灣 這個情況下他沒有一個薪金的要求 也沒有要投資 住舊的時間就可以入籍成為國民 是有一種是醫親類別的移民 三種 第一種就是配偶 假設是 譬如先生在香港賺錢賺得多些 太太帶小朋友先過去移民 其實先生是沒有申請移民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太太成為國民之後 可以幫先生申請醫親的移民 第二種就是父母 一般情況下 主申請人配偶 和他們成為國民之後 兩位的父母 是可以用醫親類別移民的 而第三種就是 已經成年的子女 基於一個家庭團聚的人道關係 所以也沒有存在要投資等等 但是呢 所謂的坐移民監在台逗留的條件 是一樣的 都是一年住夠十一個月 或者是兩年每年 是住夠二百七十日 這個專業類別的移民 就不是打工的 是根據你過往的專業 是被台灣政府認定 是可以拿到居留證 而坐舊在台日子 也都是可以入籍的 譬如一些什麼師 什麼師 律師 會計師 醫師 或者醫護人員 最重要的留意一件事 就是可以執業的 有一些他可能是工程師 或者會計師來的 但他不能夠是簽紙 去被香港政府所認可的 譬如機電工程師 他可以簽那個電梯那張紙 或者會計師 他是可以簽公司報稅那張紙 那這種香港政府發出的 應可的執業資格 是可以移民台灣的 醫護人員 由醫管局 或者相關機構 發出的執業資格 是可以的 同時間呢 過去兩年 就著這個專業的工作經驗 是可以嘗試去申請的 教職員 記者傳媒出版的朋友 其實是有在這個類型中的 但他們就沒有講明 要什麼水平才行 但我們的認知就是 拿到一些獎項 教師是不是教授級 或者有沒有寫一些論文 要去到一個層次比較高一點 才可以跌到這個類別裡面 在目前為止 最多人申請的就是 投資移民 就是在台經營一盤生意 首先他的門檻是600萬新台幣 去開設一間有限公司 去經營實體的生意 或者是網絡生意都可以 最重要是有實際的營運和操作 在法規上就沒有明文寫說 要開支多少錢 或者收入多少錢 一般我們的認知 也沒有可能會花光 或者超過600萬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有外匯管制 他當時批你入境的錢就是600萬 所以600萬是你的上限 所以你很難花過600萬 這裏也要留意 一般情況下 你投資移民600萬 是管理自己的公司的 不會用打工的心態 我們只是作為一個管理人 你在自己的公司營運幫忙 是沒問題的 大部分的投資移民 都是600萬做投資的 所以你不可能符合到 1500萬去請外國員工的要求 最低的創業家簽證 就是50萬台幣去創業 就會拿到一年的居留證 這張居留證 每一年都要去續證 續證的條件就是你那盤生意 也有300萬的營業盒 就不是利潤或者交稅是營業盒 但是這一本的簽證 是沒有明文規定 是一定可以入籍成為國民的 或者要續簽多少次才可以 所以這一種比較適合一些 想拿居留證去台灣試一下生活的人 第二種的門檻就去到200萬台幣 但是好處就是 其實它可以成為一個創業團隊 一起去申請 創業團隊可以三個申請人 換句話說可以三個核心家庭 最主要的門檻就是 所做的生意 一定要牽涉到一些高科技 創投或者高產值的生意 最主要的門檻 其一就是曾經在海外或者台灣 被一些科學員科技員 或者創投基地去接受的項目 其二就是在一些國際的集資平台 籌集到一定的資金 第三就是本身這個團隊這間公司 是擁有或者持有授權 是一些國際的專利權的產品 最後這些公司可能要得到了天市投資人 Virtual Capital 或者Angelo Funding 或者國際的創投基金去入股 每年這一間公司 都是符合300萬台幣的營業額 或者是有100萬台幣的支出 這些投資者基本上就在台灣居留五年 是可以申請成為國民入籍的 所以你不可能符合到1500萬 去請外國員工的那個要求的 日常的起居上面分別不大 唯一比較大的分別就是行使政治的權力 包括就是選舉及被選的權力 當然有些居留權說不可以就業 如果是投資移民的配偶的居留 就不能夠就業 最重要也是一樣東西牽涉到小朋友 當你成為了國民之後 你可以就著你的校網、校區 申請國民小學和國民中學 一般情況下 只是拿著居留權的朋友的小朋友 建議他讀私校或者國際的學校 未成為國民都可以拿到劍寶 以往對於香港人的職業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 10月在申請批文的時候 開始要在職證明 或者叫做職業證明 理由就是想看看你做什麼 我又不會揣測他 是想限制某一些行業的人去 跟以前比你要多封僱主的信 去證明你是做什麼行業 經歷了之前14年的雨傘運動 以及今年的送中條例 對移民的意識好像大了一些 因為我們這樣的年紀 我們沒有什麼所謂 是為了下一代的小孩子 想去比較有更好的政治空間 去生活下去 可能門檻低一點 低是可以拿到國民身份證 好像馬來西亞那些 不是說不行 你買一層樓 但是他不是說拿到國民身份證 只是給一個居留權利 好像差一點 基本上我都去過很多次 都挺喜歡去那邊的生活 路法比香港慢很多 如果我們過去當然是好 退休生活 是吧 年輕人如果能融入生活 都是沒問題的 如果不能融入 最多就是一個踏腳石 過去拿到身份證 你可以去哪裏生活 到時才他們自己決定 好難啊